请大家做好防护 戴防护照 保持坚决 突然出现这个情况以后 那么我们就积极防御 赶快筛查 之前可能说就是口罩都接下来了 然后这两天我看了又都戴上 大家还是就是尽量两碗收 然后路上车也少了 曾经在武汉出现的熟悉画面 却在大陆十一黄金周过后 再次出现在了山东青岛 这座滨海度假城市 随着今天凌晨青岛通报 六例确诊病例和六例无症状的感染者 这就打破了连续超过55天 中国本土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这样的一个历史 此前青岛市连续超过两周 无新增本地确诊个案 漂亮的记录让它在黄金周期间 吸引了447万旅游人次 熟料11号就让这群青岛的游客 成了惊弓之鸟 那么这起疫情 与这个十一黄金周 没有直接的联系 青岛市卫健委10号通报 在青岛市匈科医院 发现的三名无症状感染者 11号均转为确诊病例 我们已经确诊了 传出确诊个案之后 青岛市匈科医院全面拉起警戒线 院外并有公安职守戒备相当森严 而自11号至14号24时 青岛市确诊13例病例 新增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这13例中 有10例是在青岛市匈科医院院内感染 7例为住院患者 3例为看护 另外2例为院外感染 均为院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名患者是继承车司机 为了查明传染源 青岛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流调排查 分类检测 11号当晚宣布启动全员检测方案 按照计划 青岛需要在三天内完成 主城区约600万人口的核酸采样工作 5天内完成对全市的核酸检测全覆盖 在已经完成的1000万采样中 并未发现阳性样本 不过青岛疫情打破了 大陆国内瓶颈的疫情防控局面 也再次拉响各大城市的防疫警钟 上海从13号临时起 全面排查近两周 从大陆疫情中风险地区来护反护人员 对相关人员一律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 免费实行两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而已经连续68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北京 有鉴于6月中爆发了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疫情 这次也不敢掉以轻心 目前在青岛人员近期非必要不进京 确需进京的需持 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或能够出事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 抵京后严格落实社区防控规定 民航铁路公路进京通道将实施有关查验工作 本轮疫情是一起医院聚集性疫情 排除有社区传播传入医院的可能性 经比对分析证实 本轮疫情与青岛港9月感染者病毒基因序列高度同源 青岛港疫情感染者在医院隔离观察期间 离开封闭区到CT室检查 因防护消毒不规范 导致CT室被病毒污染 引发医院聚集性疫情 青岛市委研究决定 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隋振华同志停职 接受进一步检查 委派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熙祥同志 主持市卫健委全面工作 青岛市卫健委党组研究决定 市匈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邓凯同志免职 接受进一步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 青岛郊州医院在4月初也曾发生过院内管理不够严谨 导致境外输入病例传染给院内病患的案例 青岛市政府当时也对郊州中心医院副院长做出了免职处理 作为医院应该严格的落实相关的消毒隔离和防护制度 那么作为这一次的这一次这一起疫情 那么特别是在法格门证 在这些可能的疑似病例的观察区 要严格的防患病人之间相互的交叉感 山东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马力兴说 医院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也是离传染源最近风险最大的一道防线 这次疫情暴露出了大陆疫情防控中的诸多短板和问题 除了汲取教训也要时刻警醒 在疫苗还没问世之前 防疫仍得继续